死者为大 一定要穿兽衣入葬 而且还不能露出足臂呢 正在中国 自古以来 凡是有人逝世 家人都因为死者安排后事 其中入联 我们最关注的 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一定要为死者穿衣 穿的也就是所谓的兽衣 直到如今 都很少有几个死者 是不可以穿衣 就轻易入葬的 在我国古代 兽衣那个时候 不是人人都穿得起的 下层百姓为了死后投胎 下辈子能够做一个有钱人 在死后 让家人花点积蓄 让自己穿上一身 极好的兽衣 如果没有太好的 或者没能够顺利投胎的话 为死者穿上用棉做的兽衣 再供上食品 这样 就算在寒冷的阴间 也能够吃饱穿暖 而且兽衣 大多都是棉衣 一般在生前就要准备好 民间有一种说法 就是人在死后 就变成了鬼 而鬼生活的阴间天赋 常年暗无天日 阴风阵阵 所以在人死后 都有一个习惯 就是要为其穿上兽衣 再在上面 供食品 这都是希望 他们到阴间之后 能吃饱穿暖之意 关于穿兽衣 还有很多要注意的 民间还有一项忌讳 是窃窃不能犯的 那就是穿上兽衣后 死者千万不能把手露出来 这是因为古人还有一种看法 兽衣袖子不能太长 也不能太短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 门合人的阴谷 一阴 就被人人 走 都被人 走